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雄程庆县程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持续下沙走停下来 不论是钢铁 航运 或是许多的一个电子股 纷纷的一个下沙在破底 看到最近台北股市 一路的一个跌跌不休 我知道很多人的一个心情 一定会相当的一个无奈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 因为最主要还是受到的一个 通膨的一个咒声的一个影响 尤其在美国的联总会的 巴尔的一个主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表示 他说为了对抗的一个通膨 将持续的升行 哇这不得了 由于市场担心 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FED大胆的一个升息 可能会使得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陷入的一个衰退 才使得这一波的一个美股以及台股 连昧的一个下沙的一个下来 但是随着一个指数 从18619点到今天的低点 那么回档的弧度已经超过了一个3500多点之后 在这个地方或是否有品质太难的一个机会 其实如果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当在处在的一个敌视的一个过程当中 往往当市场 纷纷转趋过于悲观或是绝望的一个时候 那就是台北股市 即将准备展开大反共之时 而这个机会点我认为在下礼拜 极有可能浮现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虽然最近台北股市的一个下沙 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一个难受 但是是不是说在这个地方 台股的一个下沙后市就没有行情了呢 其实如果从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指数 从前年的一个8523点 一路大涨来到的一个18619点 大涨了1096点之后 涨多总是要回档修正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回档修正 如果说我们从黄金切颗率0.382的一个角度来计算的话 我帮大家算好了 则它的一个涨0.382位置在多少 14763点 再加上去年1月8号 14720点 放量突破再涨一波上来 所以今天的一个指数 今天的一个回档修正来到 1万5102点 所以如果就一个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在这个地方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呢 我想见仁见智 那毕竟啊 短线的一个指数 随着一个指数啊 一路的跌跌不修之下 那么后市 落底的一个指跌的一个要件 大家可以留意四大的一个要件 只要这四大的一个要件符合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随时将会出奇不异的一个大方向上来 几乎是屡市不爽 那四大要件 第一个就是什么 融资大减筹码有效沉淀 我们可以看到 在昨天的一个融资减幅 上市的公司减幅五十几亿啊 当然昨天减的还不够 昨天如果一下子减一百亿 那更漂亮 今天可能开底就走高上来 但是昨天减了五十几亿 但是不过 在上市会连五天 就已经大减了一个三百多亿了 这一段的一个期间 指数跌幅是达到18.9% 而期间的一个上市的一个融资的减幅 是达到24.7%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融资的减幅 大过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跌幅之下 基本上它已经符合了低点 具备的一个反攻力要件 但是这还不够啊 这还不够啊 筹码沉淀之后 听什么要大几出容之后 然后还要再符合第二点第三点的一个要件 就是弱势股必须要能够止稳啊 大涨上来不再破底 并且强势股要能够领军上涨 来带动市场人气的一个回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弱势的一个指标股啊 那么在旁边上最主要的就是面板 记忆体被动元件IC设计的一个联化科 包括这个货柜的三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面板的一个 双虎的一个友达你看今天友达持续的一个下杀在破底 那么为什么会下杀在破底 其实原因很简单嘛 过去我就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 我说面板的一个报价的一个下滑 趋势处于向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次闪上传的一个 固承的一个标准啊 企业体将暂停了对外的一个采购 那首当其冲当然就是包括一个面板 面板双虎 面板驱动IC 还有什么 IC设计的一个联化科嘛 因为联化科提供晶片给三众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面板的一个双虎 友达今天持续下杀在破底 包括的一个群众今天持续下杀在破底 还有什么 面板的一个驱动IC 今天也是怎样 今天虽然是上涨 但是整个这个走势 它的一个探体维系都还没有解除 所以从面板跟面板驱动IC 这两带的一个族群来看的话 很显然整个那个盆势 还会在持续恍惚的一个震荡做大跌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第一 记忆体的族群的一个滑方电也是一样 甚至包括的一个 记忆体的控制晶片的一个群联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个股票 都是最近的一个跌幅相当重的一个股票 再加上的一个这样 被动元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具华星科 国具今天持续下杀在破底 那么这些都是跟PCMV 智慧型手机消费性电子产品有关的一个这样 相关的一个供应的一个厂商 以及包括的一个IC设计的梁华科 因为梁华科主要提供的一个 山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手机的一个晶片 那整体山宋的一个贡献大约是在15% 贡献它营收大约15% 所以山宋今天暂停对外它的一个采购 所以你可以看到梁华科今天出席 今天反而是出现贴席的一个走势 甚至这一套的一个军援代工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联电 台积电持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下杀走跌 联电这两天也是出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贴席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成熟的一个制程 因为PCMV跟整个这个正式的需求的换完 所以也造就的一个整个的联阵的一个八寸的一个军援 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砍单的一个疑虑 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些的一个股票 会一路的一个这样一路的跌跌不休 甚至再到的一个这样再到的一个中缸 那么今天也持续持续的一个这样 重凑的一个下杀的一个下来 还有啊是想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这样 这个货柜的一个航运的一个长龙跟阳民 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长龙今天跌破了一个百元的一个关卡 因为两大的一个外部利空的一个冲击 探会即将课征探会以及美国的一个海运滑 包括的一个阳民也是一样 包括阳民也是一样 不过这些的股票 随着一个股价都已经严重的有超跌之后 我个人认为应该随时就有机会怎么样 出现跌深反弹的一个机会 那么第二个第三个要件就是 强势股要能够领军大涨 带动市场人机的回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整个盘面上只有零星个股的一个表现 那整个也欠缺的一个整个的强势股的一个领军大涨 带动市场人机的一个归队 形成类股跟各股良性轮动轮涨的一个态势 再来第四点就是什么 就是物超所值 就是股价都已经严重超跌了 物超所值 能够吸引大咖的一个资金来进场减便宜 那么基础上虽然今天指数是下跌 但是基础上我已经有看到一些的一个大咖的一个资金 开始有开始默默在做进场的一个动作 不然为什么在违反的时候会突然之间 指数会突然之间拉一个下影线的一个上来 但是不管如何 只要符合这四大的一个要件的需求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后市的一个很多的一个股票 至少都会有五成甚至八成以上的一个坦生空间客气 这些都是大家的一个机会 各位去那一个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是 哇台股给股市今天在破底怎么办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往往就在市场最为恐慌的一个时候 行情就准备孕育而成 你可以看到上海的一个综合指数 当时因为疫情干扰封城的一个效应 上海的一个综合指数或生性指数 指数的一个下跌 反弹再下跌的一个破底 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整个这个指数现在已经把之前 从4月7号之前下跌的一个幅度 完全给它怎么样 完全给它吃回来 所以这一波的指数从16800点再度的一个起跌下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旦止跌七七弧现的一个时候 很快的 这一波的跌五很快的又会怎么样 又会收入上来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当绝地到访工机会 互现的一个时候 你要能够怎么样 你要能够挑对股票 虽然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一个股票都能够反弹 都能够有机会 轮动做反弹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又怎么样来选 怎么样来挑 来挑选出一档未来 有机会谈生三成五成 甚至八成以上空间的一个股票 这些的股票会落在什么地方 会是昨天的一个 天一个太阳的族群 天一个族群吗 昨天太阳人很强 但是你昨天你去抢 今天就不通的一个跌下来 会是面板的一个双虎 或面板的一个驱动IC吗 可能这些股票可能跌生 会有反弹的一个机会 但是反弹上来 它顶多也是怎样 还是会在持续的一个反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做动力 而未来有机会 有一大波弹性空间的一个股票 基本上 一定会落在一些的一个跌生 而且具有未来成长性的转机体在股身上 那这个部分过去大兄也跟他讲了很多次 就是车点跟电动车点的相关概念股 这块的一个区块 绝对是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所以在整个这个台北股市 随时将有大法工的一个机会展开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到底要怎样来做 其实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做法就是股票对了 我们就是扔掉掉 带会员朋友扔掉掉 一波赚到宝 但是如果情况有意结构有变 我就是先出再说 这就是我的一个让 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做法 不管 不管今天股票跌多少 只要他情况有意 我们先退出 当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再进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前天6月21号 我不是买了一个山羊吗 我买山羊35块买山羊 结果今天一度拉上来 但很可惜 那怎么样 突然之间又一根的一个 沙拉的一个平凡行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很简单啊 我是先收回资金 磨定了合同 这就是我的一个做法 但是像我们的一个这样 我们的一个湖心高 叫泰湖啊 你可以看到 这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从低档 6月13号56块7 布局买进之后 一路大涨上来 我昨天72块再冲新高 我顺势加码当开心 活力换后代 但是我低成本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股票 我仍然要持续烂掉掉 我问各位 它的一个多方结构改变了没有 多方结构没有改变 而且未来还有什么 未来包括这个蛋白质乳癌的 一个相似药啊 这都已经三期临床减盘成功 现在就在等待这个美国的 一个药物管理局的一个茶厂 跟申请药件 还有包括的一个引起 这个四中性的白雪球的一个 减少症的一个TX01啊 这个也在去年拿到 拿到加拿大的药证之后 目前正在的一个 加国的一个保健的溢价 乐观预期在今年7月8月 将渴望开始销售 包括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市场 那这些都是会带动的一个 泰湖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营收 未来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大成长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泰湖 你看我第一档布局买借之后 它能够一路的飙涨上来 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 27%将近三成 将近三成 这都是我们待会没有实战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这就是我未来要带大家 来锁定的一个机会 而这个机会在什么地方 到底有哪些的股票 是值得我们来留意的 比如说像矽清元的一个二哥台胜科 台胜科我在高档269 我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你看台胜科这一波下沙下来 今天最低来到187.5 再破前例 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我问各位它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景气 持续看好的方向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因为今年的过展潮都会带动整个这个产业价 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报价 整个矽清元需求持续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作声 这包括的一个环球经理的董事长 他也说整个这个矽清元的一个需求 一路抗旺到2031年 现在现货价 你要拿现货都没有 这很显然 这一块的一个七块 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愿景 并没有改变 但是并没有改变 不是就你现在就去抢 并没有改变 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呢 就像之前我在204 一路赚到269的一个台胜客 那么现在呢 现在的一个机会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是在等待的一个讯号响起的时候 大乡随时准备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来进场 再来包括什么 MOSFIT的盖定谷的一个副顶也是一样 也是我们五月份的代表作 带会员培有一波大致上来的一个股票 尤其在整个的一个鸿海 跟国际的一个入主之后 那么未来包括这个户顶 它也要进行布局烫化系跟超接合的一个这样 现代的一个公立半导体 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户顶 未来的一个营收 未来的获利的一个持续的大爆发 所以像这样有成长有体材 这个未来的股票 就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留意 我们高档全数开信获利换口袋之后 目前同样的 我们还在等待它的一个讯号响起 什么时候讯号会响起 跟景大兄的脚步就对了 包括第三代半导体的旱领 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旱领 我们上那里计价超过的一个67% 我们的核心持股 高档开信获利换口袋之后 那么避开这一波的下沙的一个拉回 那么整个旱领 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产业面 未来的一个营运的一个状态 我相信我之前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不需要我多说 它两个的一个营运整个获利会一技比一技好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们就是在随时等待的出手的机会 所以台北股票市场不是没有好股票 好股票很多 就看你怎么样来做掌握 什么时机来做掌握 包括的一个电子财 正级材料的一个康普也是一样 这都是我们过去 但外面有大赚特赚的一个股票 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么今天因为盘氏的一个拉回 股价的一个下沙拉的一个拉回 是不是都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留意 甚至再到的一个这样 低轨道卫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森达科也是 高档前述开新活力放火袋之后 你看我是不是卖得很漂亮 卖在180块150到180 这都是我们实战的一个操作 目前我们就在等待的一个这样 等待止迭气息的一个弧线 随时准备带着会员朋友 再怎么样再进场 还有上瘾也是一样 双脚足底惯性改变 是不是可以来留意 未来以后未来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商机 未来的一个这样 未来的一个先进裹助系统 电动车的一个转向 以及刹车跟悬掉的避重系统 都会用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滚住的一个楼杆 那这些都是的一个这样 整个的一个上瘾未来 会带动它未来营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爆发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低档量增贯性改变 像这样股票是不是就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留意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一档的一个终极战士也是一样 这一档也是我们之前带会员朋友 开心大转的一档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这档的股票 它的一个表现还更强 它也是一档的一个相关电动车的一个概念股 包括的一个e-bike 包括的一个电动自行车 电动的一个机车 还有包括的一个苹果新推出的一个 MacBook的一个Air 即将导入的一个充电的技术 都会带动它的一个云云的成长 所以为什么今天它的一个股价的表现 能够这么强 那么像这些的多方扣盘的一个股票 就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留意 当然了我还没有出手 怎么实际可以出手 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 还有哪些是各位非赚不可 绝对不能够再错过的 大胸都要大家撞好 下一档的一个这样 万百表股 太福第二 大胸都要大家撞好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跟着大胸 运行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 还没加入大胸的一个群组的好朋友 赶快QR Code赶快订阅一下 只要成为我们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大胸都会非常乐意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如果你认同大胸的一个操作理念 跟做法 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取得联系 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以下这个电话 预约明天各国绝佳 进场的一个好机会 大胸都要给大家三大的一个保证 第一个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第二个保证一定有停地停存点 第三个保证持股集中 绝不整顿打鸟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那如果说你有 你认同大胸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 也欢迎各位拨打以下的电话 跟我们现账理专人员 来做一个加薪的动作 我们明天同一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